刚才我刷了一个视频,从美国归来的两口子,然后他们现在是属于暑假期间带孩子回来老家来看看老人,然后他们两口子就来到当地的商场里边去逛商场,本来这个女的是想给自己买几件衣服的,但是看了看,各个店里的衣服都非常的昂贵,动辄就上千,甚至几千块七八千的,远远已经超出了自己的一个购买能力,他自己就很怀疑,到底这样的一个商场都是什么样的人来逛, 都是什么样的人来买呢,就像他们这样的一个在美国的中产,那他们的输入能力肯定是在中国来说的话,也都是属于中高等的,但是他自己来说他都买不起,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在逛这样的在每个地方的这样的一个大型的商场呢,就是你像万象会啊,或者说五月广场啊,我是一个已经41岁的一个80后,然后呢,我现在这个一个消费价值观,你像这个万象会也好,或者说五月广场也好,这样大型的一些商场,我就是去玩, 顶多商场里边去吃个饭啊,然后呢,感受感受他们这个商场的一些气氛,因为他们一般装修都非常现代,很豪华,或者很舒适,也有很多人是老人带着孩子去游乐场去玩,看孩子的,就为了就是吹空调的啊,等于说,各种人群都有,但是真正能够在里边消费的,我觉得可能不多,我这一次,我们在当地这个地方五月广场刚建成的时候,我带孩子去买了一个冰激凌 记得那个冰激凌都30多块钱一个,太贵了,都不舍得买,然后就给孩子买了一个,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完全超出了我们正常大部分老百姓的一个消费水平呢,你更不用说呢,上那个服装品牌店里边去看服装了,我一般呢,我就是顶多看这样比较好玩的一些店啊,比如说一些那种的什么手办呀,哎,我进去看,哎,我觉得新鲜,我可能买过的衣服比较贵的,可能就是那个大衣啊,1000多块, 然后或者一双鞋子六七百块,没有再高的这样的一个消费水平,大部分我去买衣服就是在这个什么,要么抖音上啊,要么拼桌桌上,就是大部分已经消费降金以后的选择啊,这样的一个平台,所以我就是特别理解不了那种花大几千块钱,甚至有些女的喜欢试食品啊,但是没有自己梗,本身是没有那个能力的,要花一个月的或两个月的工资才会攒这个钱,然后去买一件衣服或买一条裙子,当然可能有些人对这个品牌这样的一个要求,确实是品质比较高的啊, 现在这老百姓树立都没有钱了,然后你像那个阿迪啊,耐克呀,一些品牌的一些店,他们怎么运营下去的呢,我觉得都是挺好奇啊,可能是他们有那么一个小波的群体的一个固定客户群体,每年固定期间都会去做一次消费,或者说经常的去消费吧,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手术啊,这个可能就理解不了了,这样的一些大型的一些比较高端的一些商场,然后呢,大部分这样的消费的好像都是一些青少年啊,是一些孩子的,因为他们有的时候去消费啊,他们不知道 这个钱来的有多不容易啊,包括你像去餐厅吃饭啊,或者买这样冰激凌,或买手办啊,全部都是在收割一些青年群体,他们根本不知道生活的产品有多么的艰难,包括你像我孩子,他会去玩一些那样的一些老人杀呀,或者一些动物空间呀,像这样一些游戏,玩武帝的一些,然后体验的一些这样一些游戏啊,有的时候真的是费用很高的,但是我觉得真正的是成年人的这个消费群体,应该不在他们的目标消费群体当中啊,我是一心姐, 喜欢我,记得点赞关注哦